大家好,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收看AngularJS从入门到实战教学视频 我们今天学习第八课 好,我们第八节课的内容呢 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AngularJS当中表单开发的表单验证区 上一节课给大家留的家庭作业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尝试着去写一写 我们在提交AngularJS表单的时候 对表单内容的验证的一些写法 好,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常规表单验证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打开代码界面 好,我们来到代码界面 我们在写验证方法的时候 肯定是在Postform这个方法里面 就是我们提交表单之前 我们这里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为大家验证我们的用户名不能为空 那么我们这里可能就需要写入 if scoops.usernames 对空字符串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弹出一个预警 let用户名不能为空 请填写用户名 好,然后我们再return false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好,用户名 我们比如说什么都不填写 点击提交 好,我们这里发现并没有弹出 我们所预想的那个预警的方 那我们回到代码界面 好,我们这里看到 首先我们这里的usename应该是写 scoop.form.usename 另外一个是 如果usename并没有填写的时候 我们还可能有一种情况 就是undefined 如果它等于undefined的时候 我们一样也是要显示用户名不能为空 好,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刷新 好,我们不输入用户名 点击提交 我们这里看到 提示了javascript的提醒 提示你用户名不能为空 请填写用户名 那这种方法是我们常规的 用来提交表单之前 去验证我们表单的内容 是否合法的这种模式 那angular.js的话 其实给大家提供了比较多 用来验证表单的这种通用的方法 而且是写在html标签当中 不需要你去额外的编写 javascript的语句 好,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一一来介绍 angular.js当中 默认的这种验证表单数据的这些方法 首先,先给大家介绍我们在表单当中验证的最多的 也是最平凡的一种 那就是表单内容必填 我们这里举例用用户名这个字段来举例 我们的用户名是必填的字段 表单里面必须要输入用户名 才允许提交表单 好,那我们在angular.js当中 有这样一个关键字 required 需求 我们在input标签当中加入这样一个属性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label后面 新增一个b标签 当然我们这个b标签的话 为它设定一个class 这个class的话 我们设定 叫做notice 提醒 class很简单 就是字体是红色 也就是说出错了 给大家一个提醒 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当中 新增一个用户名 b填 这样一个提示语 这样不太友好 我们可以输入 请输入用户名 好,然后 是比较关键的一段话 ng.show 这ng.show呢 其实在前面几节课 给大家介绍过 也就是 显示跟不显示的标记位 那什么时候我们来显示 请输入用户名这个提示语呢 那也就是 当我们用户名输入过 然后 又删掉了 用户他的行为发生了改变 输入过用户名 但是后来删掉了 那我们这种情况下 就要给用户显示 请输入用户名 这样一句提示 那我们这里 ng.show的条件就是 my.show 我们这个表单 它的username 好,接下来就是两个比较关键的 关键字了 第一个是dirty 对,其实 这边意思就是 脏了 脏了其实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 用户名的输入框 是输入过的 是有用户输入的痕迹的 and my.show username 另外一个关键字 invalid 它是不合法的 好 那我们在这里 还要再加入一个标签 请输入用户名这段文字 包含在这个spin标签当中 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解释 这里 依然要加入一个ng show 然后是关键字 my.phone.username 然后第三个关键字 error required 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my.phone表单里面的username 它的错误 触发的是required 也就是b前向的时候 我们才显示这一条 请输入用户名的错误提示语句 好 那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界面 我们看一看页面的效果 首先我们这个用户名 是有tom的 那我们在里面再输入几个 然后我们把这几个都删除 好 好我们这里看到 显示出来 请输入用户名这样一个红色的提示语句 那我们再结合代码看一下 我们在html标签当中 写入了一个required的这个标记 然后在input这个元素后面 新增了一个b标签 b标签里面 加入了一个ngshow的判断 就是当我们username 它是有输入的痕迹 另外一个就是 username这个值 它输入的是不合法的 我们才显示这个b标签 而在这个b标签里面 又嵌到了一个span的标签 这span的标签 只有当触发错误里面 b填向的这个错误的时候 我们才会显示 请输入用户名这样一个提示语句 好 那我们这里就 为接下来的这个讲解 埋下了伏笔 什么呢 也就是 我们这里的error是required 那我们正常情况下 用户名不仅仅是要输入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对用户名可能还有其他的限制 就是说 我们用户名的长度是有限制的 我们现在需要输入的这个用户名 是8到18位的用户名 那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用angular.js的验证 去验证这个用户名的长度 首先我们需要在input表现当中 新增两个关键的属性 第一个ng打头 max length 最长长度 最长长度是bar ng 最小长度 8 然后 我们需要在这个span当中 加入一段话 用户名的 请输入 请输入 8到18位 用户名 好 请注意 我们在这个 提示语句前面 并没有加入ng秀 那当然我们前面 还是需要用一个span的标签 还是需要用一个span的标签 好 我们接下来回到页面 我们看一下页面的效果 好 我们刷新 这里我们用户名 是三位的 那我们接下来 试着尝试输入 好 我们这里已经看到 错误提示 直接提示了 请输入8到18位的用户名 那我们看一下代码 首先我们的用户名 它是有值的 所以require的这个错误 就不会提示出来 但是我们在输入第一个 在tom后面输入了 一个数字1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 用户名的长度是4位 显然是不符合 maxlens跟mini-lens 中间这个范围 那它就直接将我们这个 8到18位的用户名的 错误提示显示出来 好 那我们继续输入 好 我们这里看到 当输入到8位的时候 我们这个错误提示就消失了 好 我们继续往后输入 好 这里是超过了18位 那我们的错误提示信息 又再次显示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将这里的 内容全部删除 好 我们这里看到 第一个错误提示信息 就是用户名是b填 以及后面的 用户名的长度的范围 从5T信息 同时显示出来 是因为这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好 这就是我们 在angular.js当中 去验证 这个文本输入框 是否必填 以及文本输入框的 这个输入范围 这样一个验证 好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angular.js当中 支持的另一项 比较不错的功能 用来验证 而这个功能呢 就是 支持正则表达式的验证 我们用一个例子 来为大家介绍 首先 我们新增一个Li标签 然后 我们加入一个Level 我们输入 编号 然后我们将这一串 input 靠背过来 我们编号的话 就用 user index 用gmod里面 也改成userindex 而我们这边的 这三个标记位 都先删除 好 接下来 是比较关键的 一个关键字 叫做ngpattern 这个属性里面 我们去写 验证这个编号的 正则表达式 那么这个正则表达式呢 其实 就给大家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编号 必须输入数字 好 我们输入 验证数字的正则表达式 加 好 然后我们写入 错误的提示 样式 设置为 color read 好 ng 显示搜集室的条件 我们直接提示一个错误提示语 请输入 您的 数字编号 好 我们保存代码 回到页面 我们刷新 好 首先我们先输入数字 比如说 123 没有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输入几个英文 好 当我们输入了123后面 紧跟着两个英文单词的时候 我们这个错误提示就显示出来 请输入您的数字编号 这边只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写入一个简单的正则表达式来验证 我们的这个输入的表达内容 那其实 我们上面的这个用户名 就可以用正则表达式来验证 而且还不需要写这么多的标签 那我们接下来就试着为大家用正则表达式来验证我们用户名 它的输入规则 必须是B填的 然后是输入8到18位的用户名 好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将NG max length和mini length 还有required都直接删除 然后直接写入NG pattern 好 这个里面我们来写入正则表达式 8到18位的字符 字符 8到18 好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required的error 这个标记位就没有用了 我们直接就是提示 请输入8到18位的用户名 好 那我们看一看用正则表达式写的这个验证 有没有起到效果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好 我们这里原本是有一个tom 那我们接下来输入 好 当我们输入一个数字的时候 表明我们的文本输入框已经被修改过了 那么dirty这个属性就起到了效果 我们往后输入 输入到8位看一看 好 我们这里输入了8位的用户名 我们原本提示的那个 请输入8到18位的用户名的错误提示 就没有了 我们继续往后输入 好 这里我们已经超过了18位 那我们这个错误提示又显示了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 直接用正则表达式来验证我们用户名的输入规则 要远比之前我们用required 再加上max length跟mini length 这三个标记位去验证我们用户名的规则 要容易 但是那种呢 它也有好处 因为它可以清晰地提醒用户 哪边出了问题 好 上面为大家介绍了两种简单的验证 我们表单数据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我们有一个疑问 就是当我们的表单输入不正确的时候 不符合规则的时候 我们的提交按钮 这个时候理应是不能提交的 那我们其实只需要在提交按钮前面 加入一个ng disabled 等于my phone 对了 也就是另外一个关键字 invalid 我们表单是否 没有完成验证 如果没有完成验证 那我们的这个提交按钮 就设置为disabled 不允许使用 好 那我们保存一下代码 回到页面 好 我们刷新页面 我们这里看到 按钮是灰的 是不允许使用的 那我们 用户名输入 符合规则的 然后编号输入 234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 表单的按钮 就恢复可以使用了 好 那我们本节课呢 主要是为大家介绍了 AngularJS当中 表单开发过程中 表单验证的一些方法 有一些常用的方法 当然也支持 正则表达式的验证 好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留一个家庭作业 希望大家去尝试着 编写一个 在我们表单当中 输入一个邮箱地址 这个文本输入框 那去编写一个邮箱地址的验证 我想对于大家来说 应该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再见